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 因应宗教限聚放宽 4月24日会有浸礼转会礼 为减低人潮聚集 今次的聚会会分为两场进行 分别是两点到四点 和四点半至六点半 当日受浸和转会的弟兄姐妹 请提前一个小时回到来预备 组员和亲友可以早半个小时 回来和受浸转会的弟兄姐妹拍照 浸礼池的池水会加强消毒 和不断注入伸水流动循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会最新的会有应用程式 已经推出了 但兄姐妹可以透过应用程式 浏览每天的天天聆听 重温八点半土告会 又或者早土会的录影 还可以即时收睇不同的直播聚会 也可以重温主日广道和敬拜 还有当日的广章和乐谱 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可以看伏兴家事 教会网页 施歌赋等等 亦都可以报名参加伏兴教室和教会活动 请扫描这个QR Code去到网页版 如果想把APP放在手机主页 iOS系统就要用Safari 按分享键加入主画面 然后按新增 Android系统就要用Chrome 按设定键新增至主萤幕 然后按加入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指引 请扫描这个QR Code 大家快点下载试试这个APP 拜拜 慶留愛忠恆,我會全力以赴 想參加活動的朋友 可以在2021年4月1日至30日期間 置定時段,次數去完成跑步、單車等運動 建議目標是5公里、10公里和21公里 你可以邀請身邊親友、禮兄姊妹、鄰居、同事 或請他們贊助你參與,一起去推動活動 而參加的方法可以透過網上報名 或者以實體表格申請 網上報名的朋友可以先填寫drop form報名表 將會收到教會電郵發送的確認通知 藉此可以呼籲運動贊助 你收齊贊助人資料後 包括他們的姓名、電話和電郵 就可以填寫google form奉獻表格 連同奉獻入數字在表格內上載 將會發還奉獻收據 另外你可以向教會撒取實體報名表 填寫後在辦公時間交回辦公室 同時填寫奉獻封 著名是傾留愛忠恆活動 或者你可以將奉獻直接傳入教會銀行戶口 將入數字發送到教會電話 5307272 轉名是傾留愛忠恆 活動籌款目標是港幣20萬 希望有200位弟兄姊妹參與 祝福社區 籌得款項將會全數平均捐贈台灣 和香港復興關愛慕倫中心 及香港復興關愛慕倫中心 我們遇上你了 因應疫情的放寬 復興關愛慕倫中心的活動 陸續開始翻臨 逢星期四上午 在葵方村有正營騰室操 請大家繼續討告紀念 想參加的可以聯絡楊家俊幹事 周圍家的家人 今日就是我們家人相聚的時候 我們會有生牧師分享 亦都會有祝福受浸的肢體 還會有嬰兒祝福禮 大家記得回家啦 頂姊妹的奉獻 可以透過轉數快 payme 網上銀行 繳費零 或者桂圓機 直接傳入教會的銀行戶口 提提大家 記得將你們的姓名 奉獻類別 透過WhatsApp 或者Signal通知我們 電話是5380-7272 詳情請大家參與教會的網頁 詳情請大家參與教會的網頁